讲故事的人 母亲 作者莫言 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 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她的骨灰于1994年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 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 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 掘开坟墓 棺木已经腐朽 母亲的骨质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 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一些泥土 移到新的墓穴里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 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 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母亲最小的孩子 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 就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 因为饥饿无力 失手将热水瓶打碎 我吓得要命躲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 傍晚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鸣 我从草垛里钻出来 以为会受到打骂 但母亲没有骂我 也没有打我 只是抚摸着我这头 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 是我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里捡麦穗 看守麦田的人来了 捡麦穗的人纷纷逃跑 母亲是小脚 跑不快 被捉住 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 扇了她一个耳光 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 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捡到的麦穗 吹着口哨扬长而去 我母亲嘴角流血 坐在地上 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 让我终生难忘 多年以后 那个看守麦田的人 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在集市上与我相逢 我冲上去想找她报仇 母亲拉住了我 平静地对我说 儿子 那个打我的人 与这个老人 并不是一个人 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 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 我们家难得地包了一顿饺子 每人只有一碗 正当我们吃饺子时 一个乞讨的老人 来到了我们家门口 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她 她却愤愤不平地说 我是一个老人 你们吃饺子 却让我吃红薯干 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呢 我气急败坏地说 我们一年也吃不上几次饺子 一人一小碗 连半饱都吃不了 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 你要就要 不要就滚 母亲训斥了我 端起她那半碗饺子 倒进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 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 有意无意地 多算了一位 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 算完钱 我就去了学校 当我放学回家时 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 泪流满面 母亲并没有骂我 只是轻轻地说 儿子 你让娘丢了脸 我生来相貌丑陋 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 学校里 有几个性格罢蛮的同学 甚至为此打我 我回家痛哭 母亲对我说 儿子 你不丑 你不缺鼻子 不缺眼 四肢健全 丑在哪里呢 只要你心存善良 多做好事 即便是丑 也能变美 后来 我进入城市 一些很有文化的人 在背后 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 我想起了母亲的话 便心平气和地 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 但对识字的人很敬重 我们家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 买文具的要求 她总是会满足我 她是个勤劳的人 讨厌懒惰的孩子 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 耽误了干活 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 集市上来了个说书人 我偷偷地跑去听书 忘了她分配给我的活 为此母亲批评了我 晚上当她就着小油灯 为家人赶制棉衣时 我忍不住将白天 从说书人那里听来的故事 复述给她听 起初她有些不耐烦 在她心目中 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 不务正业的人 从他们嘴里冒不出什么好话来 但我复述的故事 渐渐吸引了她 以后每逢即日 她不再给我排活 莫许我去集上听书 很快 我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 我在复述的过程中 不断地添油加醋 我的听众 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了 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 有时会忧心忡忡的 像是对我说 又像是自言自语 儿啊 你长大后 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 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 因为在村子里 一个贫嘴的孩子 有时会给自己的家庭 带来麻烦 我在小说牛里 所写的那个 因为话多 被村里人厌恶的孩子 就有我童年的影子 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 她希望我能做一个 沉默寡言 安稳大方的孩子 但我说故事的能力 又带给了她愉悦 这使她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后来 在《风乳肥囤》这本书中 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 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 书中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 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 诸多母亲的经历 书的卷前语上 我写下了 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 这本书实际上 是献给天下母亲的 这本书是个人的